民众对卡米拉录转粉,警告哈里别再胡说八道,王室格局发生逆转,俗话说患难见真气 这段时间,查尔斯一直在住院,家庭和王室的很多琐事都交给了卡米拉王后 没想到确实歪打正朝,让卡米拉成功洗牌,很多网友更是高呼,已经录转粉 几天前,查尔斯做了前列腺肥大矫正手术,虽然病情是良性,还是引发了外界的担忧 这个时候卡米拉发挥关键作用,连续多次探病,让自己的王室形象发生了逆转 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透露,近一个月的时间,不会给查尔斯安排公务 目前英国帝后已经返回伦敦的家中,静心休养才是头等大事,王室公务会暂时放一遍 根据外媒爆料,卡米拉很担心国王,连续四次来医院探望 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卡米拉每次亮相都是面带微笑 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查尔斯的状态很不错,手术和恢复都很顺利 细心的读者发现,这段时间网友的态度发生了逆转 纷纷对卡米拉路转粉 以往打开王室官网的评论区,都是批评和指责卡米拉的声音 现在终于有了不同的意见 抛开一些陈年王室不说,卡米拉现在的表现的确很好 时刻守护查尔斯,给予了很多支持和鼓励 此外,卡米拉还连轴转量公务,以一己之力撑起了英国王室 就是希望为国王分忧解难 反而哈里和梅根大动作不断 不光高调访问雅买加,还暗戳戳表示要出新自传 比起指挥惹事的哈里,查尔斯显然更加信任温柔董事的卡米拉 这也是人之常情 事实上,查尔斯急着出院,就是为了稳定局势 毕竟两位成员先后倒下,肯定会造成一定的恐慌 这段时间,卡米拉尽职尽责 扮演起贤内助的角色,在公务方面格外勤奋 自然得到了不少民众的支持 俗话说,十年何东十年何西 曾经无数人黑卡米拉,如今态度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反倒是哈里和梅根支持率暴跌 尤其不断爆料王室,越来越让人反感 这段时间,哈里显然没有闲着 透露自己想出续气,卡米拉自然是重点爆料对象 如果放在以前,肯定不少人拍手称款 但是现实替卡米拉喊冤的人不少 反倒要求苏塞克斯公爵不要胡说八道 为了减轻卡米拉的负担 查尔斯选择提前出院 并且还在媒体面前秀了一波恩爱 看来在查尔斯的心里 卡米拉的地位高于一切 甚至比哈里王子都要重要 这段时间,苏塞克斯公爵夫妇想要归来 查尔斯在病床上下达命令 坚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即使王室成员接二连三倒下 梅根夫妇还是没有机会回来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事实证明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卡米拉折服多年 终于迎来了平反时刻 反倒是哈里和梅根 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既没有给戴安娜王妃报仇雪恨 还让自己身陷泥潭 无论情商和智商都很着急 根本不是卡米拉的对手